科普我游 环与我游 科普阅读行动书车 起航记者会上 市长张三振化身成为专家导读人 发挥置身在工程领域的专业 与孩子们一起阅读 好想看世界的乔艺书 借由书中所介绍的 世界知名地标 金门大乔 伦敦乔 认识工程中应用的结构 力学等科普观念 让孩子们透过阅读 接触科学知识并扩展事业 代表我们市政府 非常感谢我们长荣 我们长荣发基金会 跟我们一起来合办 这个行动书车起航记者会 科普阅读好玩 其实我们生长在一个科技时代 我们期待我们小朋友 不见得每一位将来都是念科技 可是都要在生活里面知道 怎么样跟科技相处 善用科技 这是科普最重要的精神 那么这次我们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长荣发基金会 跟我们配合 我们副书馆原来有了行动书车 这次要下乡到十山区去 满载我们很多科普的书籍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 第一我们希望说 利用这个行动书车 带动我们所有小朋友 阅读科普书籍的习惯 第二我们鼓励他在里面 找一些实作的机会 等一下好像一个实作的示范 然后再下来我们去外比赛 还有到一些野外去实地体验一下科普的感觉 最后呢 上荣发基金会有一个海事博物馆在台北 各位如果有机会去看这个的话 里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 有关船的 有关海洋文化的 很多这种知识 我们也希望我们小朋友有机会到海事博物馆去体验一下 所以我刚刚说我们希望我们桃园培养出来的小朋友下一代 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未来的科技时代里面 能够掌握科技的趋势 知道怎么样跟科技的生活 好好的一起过日子 我相信说不管他们将来念什么领域 科技绝对是我们生活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们从小培养他 他们能够去有这个阅读的习惯 能够掌握科技这种 怎么样跟自己生活结合的一种能力 这个我觉得是他们将来变成我们接触下一代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忙碍 张荣发基金会执行长钟德梅表示 这一次活动是张荣发基金会 即2021年与桃园市五所国小合作举办校园好好玩活动之后 再次扩大与市府的合作 并拿入目前最热门的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邀请各国小师生搭乘科普列车共同向前行 尤其是这次活动把这个目前最夯的最热门的 永续发展SDGs纳入到专案活动中 大家都知道桃园市的大家长张市长是温暖行的理工男 科普教育是市长的强项 所以我觉得桃园市各国小同学 一定会受惠这次的科普好好玩各活动 让我们的科技教育往下扎根 尤其是之前那个美国NVIDIA创办人黄仁勋先生来访台 他掀起了一股AI旋风 可见科普教育是国家未来发展的生存命脉 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再次盛情的邀请桃园各国小师生 踊跃参加科普好好玩各项活动 同时也不要忘记要组队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各项的竞赛 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搭乘科普列车共同向前行 科普阅读行动书车规划五项科普推广活动 分别由同德国校、新西国校、诸位国校和设置国校承办 并由专业科普阅读推手教师担任列车长 透过科普书籍导读共读 激发孩子主动学习的意愿 同时举办科普知识擂台 邀请全市学生和家长主队竞赛 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来提升孩子的科学识变能力 记者东予飞桃源采访报道